很多家人一提到AI就有一种起人忧天的感觉 孩子未来是不是在AI盛行的世界里找不着工作了 未来怎么办呢 赶快去了解AI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跟几十年前很相似 当年计算机开始流行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家人也觉得以后计算机就会把普通人的工作都抢走 当年生物工程开始兴起的时候 人类基因都在测序了 癌症很快就要被攻克了 但是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科技虽然在发展 但有很多进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夸张 而因为新的科技 比如说计算机的发展 反而给更多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 上周我发了一个视频 分享了新加坡一个10到16岁孩子的ChatGPT的这种AI的下令营 很多家长都在后台在问 能感受到很多家长想要热切了解 确实国内有很多这种AI的平台咱们上不去 即便能上得去 我会发现很多平台还是以英文为主 我家儿子想要在未来进行计算机相关的学习和工作 所以我就跟他说 这个AI你是必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的 虽然14岁年龄不大 但是可以提前学一下 我们好就好在在国外呢有很多这些方面的资源 我们儿子已经学完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HTML CSS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包括加州大学的C++ 这个对他来说其实有点难度 最近给他看了NVIDIA 就是英伟达的深度学习学院 他们现在出了一系列的AI的课程 我昨天跟他一起学 全都是纯英文的 其实难度是不小的 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领域呢 多少还是要有一些英文基础 让孩子去了解AI相关的东西 到底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说三点吧 第一点呢 从孩子来说 几岁十几岁的这个年龄 他应该是去更多的了解世界 以及这个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 不管是AI也好 各个方面的科技也好 应该让他去不断的尝试这些领域的体验 就好像我们家长在给很多孩子上什么体育项目的各种乐器 你在尝试的过程中 才会让孩子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第二点呢 你得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 孩子在寻找自己兴趣的过程中呢 他需要一些引导 这个引导不是说你要求他必须做什么 而是你跟他讨论 让他在跟你的对话中去进行内心的一个思考 第三点呢 就是家长必须要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如果你自己都不是很了解 你怎么跟孩子去聊 但是呢 又容易出现另外一种问题 我们在了解一些前沿 比如说AI的发展方向的同时 千万不要自负 我们自己得出的结论 不见得是几十年后的样子 如果当年我们自己都听了父母 对于这个世界的预测 选专业 选未来工作方向的时候 听的是你父母的话 你现在可能会在哪里 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 你看到这些预测的了解 我可能会在哪里